感恩太陽聖的導師 那感恩宇宙的福利 那謝謝我們兩位美麗的主持人 那在現場的超馬家人們 大家午安 我是Stanley 剛還在緊張 因為跟他找車位 尤其是開車下來 所以有點緊張說 哇萬一時間來不及怎麼辦 幸好來得及 那在Stanley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段 在開始之前 先請教一下在座的各位 現場有沒有不缺錢的舉手一下 我可能問錯了 所以大家都沒舉手 缺錢的舉手 很多很多很多 正常 Stanley也很缺錢 在Stanley接觸超級生命密碼的時候 是在2015年的12月 那在2015年 其實那時候已經發生了很嚴重的一些事情 包括整個公司已經未危機 那時候在生活上 其實很希望就是每天呢 早上最好不要醒來 早上不要來 因為早上來就有債主要催錢 那希望晚上趕快到 因為呢 催錢的呢 晚上呢 起碼比較不會來聯絡 這是在2015年 Stanley在過的日子 跟大家報告一下 從2013的1800萬到2015的5700萬 這是在2015年的12月 所累積的總債務的數字 在那時候公司在2015年的9月10月的時候 也找過財務專家 來評估說 這間公司到底要去還是要留啊 你有債務的嗎 那麼呢 一般呢 看完了 結果呢 工廠都只回答說 還是收了吧 因為營業額從1億多掉到了歸為季 那一個月剩下一兩百萬的營業額 那麼要維持整個公司兩百多萬的開銷 這個算數很簡單 因為沒有百分之百的毛利這種東西 所以呢 一兩百萬的營業額要維持兩百多萬的開銷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只有一直在燒錢 在座有沒有做生意的有沒有 做生意的有沒有 有有有 有一些 所以我猜在這題 大家很簡單算數應該就算得出來 所以呢 那時候的慘重 只能說 曾經有想過 生命會有多麼的淒慘 那麼在2015年的時候 公廟沒有炒跑過 Stanley跟大家報告一下 公廟啦 師父啦 能夠算的啦 都去算的啦 要嘛大凶嘛 要嘛破 大概都是這種結果 好 那麼呢 公廟也沒炒跑 那因為狀況呢 一樣是不好 所以在2015年的12月 有一位朋友 他看了超級生命迷茫 那麼在當天呢 打電話給我 已經很晚了 大概11點12點的時候 他說 Stanley 我覺得你比我更需要這一份 你來我家哪 那我真的當天就去了他家 也聽他講了一個多小時 跟我在分享超級生命迷茫的內容 然後他把這本說給我 那我回去看 反正呢 他回了一句話 死馬當頭馬椅 你回去看看吧 我真的回家就看了 因為回到家 聽他講完回到家 再想到白天的事情 我真的會睡不著 為什麼睡不著 中午吃完飯 不曉得晚上飯錢在哪裡 晚上吃完飯 不曉得明天中午的飯錢在哪裡 薪水也要發 公司員工還要養 怎麼辦呢 借錢錄日嗎 這就是我在2015年 那時候在過的日子 所以呢回家躺在床上 我真的看到了第二章 那他有跟我講說 導師有 做聖經理字要辦的課程 他問我要不要上 但是呢 是在2016年的2月初 那時候才12月底 2015的12月底 還有一個多月 其實呢 那時候 當然想做 想改編 看了覺得不錯 所以呢 就報個名了 我還跟他借錢 參加了聖經理字要辦 然後的人生 就產生了奇妙的變化 跟大家報告一下 原本不敢出貨的廠商 在2016年2月 繼續又出貨 我還欠他錢喔 每個月的營業額從 2016年的1月 是100多萬 2月200多萬 3月400多萬 4月500多萬 到2016年年底結算的時候 9600萬 1年 去年的營業額是1億2千萬 今年的營業額 預估啦 可能1億5萬 那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說 超級生命密碼在改變人的生命上 在於信或者不信 要或者不要 所以在這邊做見證 是希望讓大家了解 這套系統帶給我們的好 在哪裡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有很多的希望能夠改變生命地圖的 生命密碼的 有沒有不希望改變的 好想希望改變的有沒有 有一些的齁 那我就不舉手 可能不確定 但是他不知道 剛接觸真的那麼神嗎 真的那麼靈嗎 我只能跟大家報告 我是一種活生生的地圖 不然今天Standing應該沒有機會 站在這個台上 繼續再分享這一段 當然8千萬不是一個小數字 他並非一朝一夕 就可以立刻把這個債務 全部還掉 我們只能說 他一步一步在改變 也因為超級生命密碼的 神秘奧妙之處 8千萬現在的債務 降到剩下5千萬左右 這個是無法相信的 當初的財務專家 都在回答一個事情 都說Standing 奇蹟 因為大家刀刮刮 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都發生什麼叫奇蹟 巧合叫做100件事情裡面 不小心發生一件了 剛剛好叫巧合 走路撿到10塊錢 巧合啊 平常走路撿到錢 不小心 巧合 什麼叫奇蹟 每每每件事情 遇到問題的時候 都能夠四兩破金金 就過關了 那個就不叫巧合 向大家報告一下 那個就只有奇蹟兩個字 包括到現在 現在 之前在諮詢的財務專家 遇到Standing 遇到現在的我太太 Chirley 然後用財務檔事長 我們公社財務檔事長 都就講句話 真的是奇蹟耶 因為應該早就不見了公司了 就算有資金的移住 有資金的運作 你們也要很長很長的時間 才能夠回復回來 不可能在短期間之內 可以看到一這樣的成長 二這樣的營業額 回復到正常的狀態 甚至每一件事情 在超級職務密碼之前 在Standing接觸超級職務密碼之前 我會用我的理由 我的準則 去處理事情 所以啊 人就不見得有智慧 因為是像老師所講的 凡人所看的 跟天天智慧不見得一樣 超級職務密碼之後 現在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 包括廠商的立體 包括新投資人的移住 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一個沒有希望的公司 2016年我遇到了一位貴人 算貴人 一位香港的集團 也因為他的一千萬一千萬 一路的一直移住 包括廠商的立體 放大到將近兩千萬的額度 Standing才能夠 今天有機會站在這裡 分享這些奇蹟給大家聽 而想想看 大家都非心非故 唯有天地的運作 唯有生命的改變 才可以看到這些奇蹟的發生 所以呢 Standing在這裡跟大家見證 不是碰到口號 我希望能夠讓大家知道 在我身上所發生的事情 我先問大家一件事 有在座有沒有人千八千萬 有沒有 沒有 所以我相信 Standing的一個故事 八千萬的部分 都能夠有這樣的奇蹟式的分別 在座的各位 只要能夠真心的去了解 超級生命的這套系統 其他事 相信都是小才一點 那麼時間的關係 Standing今天是能夠 大約的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希望往後有機會 在其他的分享會上 或者是在網路的分享會上 Standing能夠陸續的在 進行後段 或者未來的改變的分享 謝謝大家 選擇 我們 我們 也很開心 希望有機會